跟大家去到中國上海的 浩志寶寧球館 位於盧灣體育中心裡的 乒乓球館 現在看到這一位就是澳洲球手 古利 古利其實已經 在美國打職業賽 但他有時候 都會回來亞洲打澳洲人 告轉數 現在他在 循環賽排在第11位 位置都相當前 要打 總決賽的機會也很大 他在上線的四層這裡的對手 就是中國的石光明 看見他這樣 都知道他飛碟了 如果以級數當然古利全贏 根本都不是那一班 其實職業球手 和這些 即是潑國家隊 打大型運動會的 這類球手來計算 那個差距是否真的這麼大 如果一兩場球 就很難得出的 如果長線整個 就有很大的差距 特別當他面對不同的 如果有無色的 你會看到分別 在第一圈的時候 古利就贏了香港的劉冠浩 那一點可惜 卓妍在下線 也出了局 第一圈就是輸了給王磊明 王磊明最終都入到四強 一會兒我們會看到他 是呀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想看王磊明 很久沒見過 曾經他做了新加坡隊的教練 但做一下 我看到他做教練 覺得他很有趣 他在教球的時候 好像自己在打 很欲謹 是呀 直接自己都拉上班 最終都是回出來打球 所以我們一會兒看看 究竟他的狀態是否還在 下線王磊明會對中國的米中禮 大家都要留意了 麥卓妍今站就在十六強出局 不過暫時他已經在重梅賽的排名 派到上第二了 重梅賽排名第一的 就是巴林的法拿 積分方面 其實法拿210分 麥卓妍185分 這兩位球手是特別高分 因為排到第三的印尼球手 拉利辛 都只有122分 所以在那個名次上 其實麥卓妍都頗為穩陣 是啊 其實這一場 我們見不到巴林那位球手 是 他有機會把分數再拉近一點 看看打麻樂場 印尼看看能否超越他 因為其實巴林的球手 都沒有來參賽 是 因為有個別球員 當然就是希望在傳媒賽裡 爭取積分 打明年的總決賽 但是有些球員都會 因利成變 都希望在傳媒賽裡 參加一下比賽 未必可以有機會去到總決賽 但是都可以拿一下分 拿一下獎金 是 和感受一下那種氣氛 沒錯 因為賽事其實都希望 那個規模越搞越大 或者今年打不到總決賽 因為明年還有機會 現在看到兩位球員已經熱身了 雖然說在那個水平上 鼓利應該會在石光明之上 但是都真的要看看發揮 對 因為一局過真的很難說 我猜你呢 以前他打球很喜歡穿到 哇 彩虹那樣 他現在都不相差多遠 但褲子已經保守了 嚇死了 以前連褲子都是 跟那個衣服 是一個圖案 他剛才穿著這件衣服 走來走去 已經是 搶了鏡 首先開球的 就是中國的石光明 飛碟球吧 先打到一個傳送 飛碟很快 似乎轉數也夠 看到一號平的壓編也很好 我猜你了 對 高轉數球 馬上打給傳送 大家一出來好像都很好 那種感覺 我說過鼓利 他真的好打球 我們每一次的公開賽 譬如說一陰別賽 他真的從早上打到晚 就算他能入決賽 他也是照報名繼續打 一天二十多三十個 很狠狠 我又不太明白 不累 所以真是很晚的 但我聽起來覺得很沉迷 對 很沉迷 其實他以前的性格 沒有現在那麼開朗 即是現在的宅男 躲在家裡看動漫上網 但他躲在保冷球場 不斷打不斷打 對 還不說話 現在好很多 第二格 先打的就是鼓勵 第二 九支 始終球道兩邊的油比較多 如果那個位置稍微多一點 入角似乎不太夠 很容易會扭濕 所以即使鼓勵的級數那麼高 而在一局球之下也有機會輸 阿姨… 又是落了坑補不了 這次上海的公開賽 是鼓勵第一次贏公開賽 他是贏很多職業賽 贏很多其他 但是這些亞洲的公開賽 他是第一次贏的 氣氛跟水平有什麼分別? 聽起來應該是職業賽 難度高一點 對 對 就是… 有斜斜的 他自己覺得 他自己覺得 贏很多都贏不到這些賽 所以生氣地打職業賽 這一格相對來說壓力就小一點 當然石光明 他可以成功補到拿19分 那對比就出來了 有10分 11分 拿19分這一格 鼓勵這一格 拿9分 10分 沒錯 石光明49 鼓勵暫時39 去到第三格了 對 壓得到 再打傳眾 雖然是傳眾 但是… 美感也不夠 我… 石光明打到 一號瓶照壓至八號瓶 正常的飛碟應該有的… 壓平的方法 聽阿鼓你怎樣去打第三格球 上一格都挺嚴重失利 他一定要連續傳眾去… 逼對方 令對方有壓力 否則這樣打下去也很難搞的 沒錯,馬上打傳眾 雖然在第二格落後了10分 但是這裡至少不要再進一步 被人脫開 是的 第三格大家都打到傳眾 因為打保齡我們不是對賽 我們給壓力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要打得好 是 唯一一個方法可以給壓力對手 我猜你這位球員雖然說經驗這麼好 但是很年輕 24歲而已 好 剛才你一邊就…不夠角的 但這球會否好些 哇,炒到 但這條鈴也有少許問題 好,延續兩個傳眾 看看能否給壓力 石光明 無論如何都會有一點 幫了有少許煤 在單數號拿 看看他等一下如何調校 石光明的第四格球 好 好,接著的 我們看到… 雖然看不到球轉得有多密 但看到它的瓶的落法 你也知道它產生的轉數也挺強 那些瓶是完全向橫彈開的 好,連續 好像全都起了 覺得是這樣 還要快 還要一起 看是否真的在一起 看是鼓勵第五格 很右手打得 雖然球是快的 但轉數配合得夠 所以即使球快也沒問題 最怕是球快 但轉數不夠 就會像打了11磅的直球衝過去 完全無法發揮 看不到飛碟應該有的效果 現在這邊拿 我估計鼓勵也沒問題 問題是單數號拿 沒錯 不過… 仍然是相差的十分 石光明139 鼓勵129 眨眼打完五格 可以了 看看他會怎樣 仍然保持著一個薄炒 不過按道理就不會這樣做 因為很危險 很容易炒不到 而這個階段他一定要傳中 因為對手也沒什麼漏洞 因為對手也沒什麼漏洞 看看他會再加強一點點的轉 令到弧度大一點 另一個方法 要是再拿外一點點 迫斜一點點 打一個厚的Pocket 弧度大一點 拿了… 還是… 這個很正常的 也是做得很好 但還是扭 不要緊 最重要不要像剛才那樣 再塞就行了 一定要先補回你的股票 難道真的只會打職業賽? 但這屆中國公開賽他贏了 這個巡迴賽他暫時不知道 公開賽是他贏的 所以他很開心 簡直是洗版 哎呀 這樣就慘了 沒錯 很大機會發脾氣 暫時打完六格 拿了138分 那沒有啦 如果你是這樣 阿石光明應該… 差一格 還在落後一分 對 知道做甚麼 平時看見他那支十號屏幕 不會是這樣 這樣 開了一個分皮 對 因為現在還有一個可能性 因為古利這一類 相對比較熱門的球員 都發揮到這樣 其實都要考一下 石光明的心理質素 對 有時候當你知道 保護對手不行的時候 對 反而是有壓力的 沒錯 沒錯 那…大概有二十多分的距離 那也不是很多 二十多分 因為還有四格球 看上去石光明多輕鬆 都沒有二十多分 好像十九分 十九分 十九分是絕對不多 好像開頭輕鬆些 石光明 現在我覺得他 有點緊張 反而不知道為甚麼 他上兩圈的分數都不錯 十六強是二四二 八強是拿二五五 我猜你 十六強是拿二七八 八強是拿二四六 一枚開頭 正想这么多 你看到一架 有多幾個 那枝是有多幾個 一架一架 在發揮上已經有很大的對比了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的 全中沒有全中,然後三個全中沒有全中 只不過猜你就保不了那兩個保重 是,差很遠 那就令到輸了 保不了兩個,那裡也虧了超過20分 這邊應該不錯,沒有了 那支還不下 一個分屏出來了 暫時打了七支 他連衣服都寫著自己的名字 是啊 因為美國的職業賽是規定一定要的 但是他的設計上面再配合 再放上自己的名字 很誇張 就更漂亮 很誇張 因為普通看見其他球員的球衣 都是有國家隊國旗 最多都是這樣印自己的名字 是 但是他都有設計 補不了了 拿九分而已 第七格 八分而已 他打了八支 是 是 147 暫時鼓勵 石光明已經有187分 打完了七個 三格球 三格球 還有單數拿 五分而已 都沒有傳中 但是剛才那球已經很近磅 但是這球是怎樣 估計都用同一個方法 大一點互動 這次有了 這次有了 拿三十分 現在自己打完之餘 還要看對手 不要打到 不要打到傳中 才有機會追到 不過表現起來 都幾難 石光明都幾fit 那球在這條link 都是完成得不好 那球是會的 比較難的 石光明的第八格 又多一個傳中 這樣沒得追 沒有 這樣的口法 其實是沒得追 其實是沒得追 除非石光明真的失敗得很離譜 但看狀態就不像了 不像會忽然之間… 不會 這個場可能他經常來打 感覺他很熟悉 中國球手絕對有主場之理 是 所以心態表現出來很輕鬆 是 217對176 第九格,石光明 七支 如果這一格是剛才出現的 那就緊湊 現在這一格出現 也沒甚麼用 比較難 影響不大 對影響不大 對戰況 心態上的影響也不大 因為手上四十分距離 是 九支 分數是226,石光明 我猜你已經落後了50分 我猜你已經落後了50分 打完都是236 即是要打完完 打完之後還要打完整個光明下一球 分屏或是補不到 那就有機會贏一支 不過首先打完先也要 做好自己 對 這邊比那邊好 沒錯 對 好,打完整個單數 206 現在相差20分 只剩下最後一格 我覺得衣服後面比前面更漂亮 對,原來那個黑色 澳洲的地圖 對,剛剛才看到 後面很漂亮 還是後面? 以前她連褲子都用同一塊布做 那就比較誇張 對 即現在是保守組 靈檢慢慢開始大一點 就沉實一點 不要太誇張 對 對 突然間又不知道做甚麼了 對,今次的鏡頭都被我們看下 他採到 看到但又不知道他做甚麼 好像沒甚麼動靜 對 好像想再擺過 阿鼓尼上去 甚麼情況之下 球員希望 球場要再擺過 他可能看到 有點偏歪了 最大機會就是這樣 但要擺那些平 不用搞那麼久 即是他失球 只是擺過那些平 不過對於鼓尼來說 當然很重要 最後一格球 對 一定要打過傳眾 才還保留著希望 對 對 對 難道他剛才的動作也不行 不知道打到哪裡 很問 覺得差點滾在坑裡 是 先八支 好,沒有了,輸了 對,所以他也要讓一讓手,沒有了 這兩個士啤很重要,一個球 是的 補賭拿18分,最後一格 結果是224分完成,鼓勵 到石光明看他怎樣完成這一格 因為還沒打這格之前已經領先兩分 即是怎樣打都會有 是的,通常都很傳重 是嗎 對,還以為他現在這麼熱 他還沒打緊,哎呀,沒有了 不是呀,先打了七支 不滿意,就是光明自己 不過贏了 如果下線 在鍾禮贏了王磊銘 決賽又是中國對中國 未打都不知道,可能王磊銘還是很健身 對,王磊銘16強贏了麥卓賢 8強就是贏了中華台北的鄭恆超 拿255對麥卓賢 對鄭恆超就拿220 我當然希望王磊銘贏 決賽好看 有些勁人 是,但米中禮近這幾年狀態挺好的 最終拿了235分,石光明 擊敗了拿224分的鼓勵 可以首先進入決賽 這位中國球手 就算了